《怀旧之旅》 《玫瑰医疗美容医院》提醒您收看《陶醉上海》 《陶醉长黑房冰森网》 各位好 我是新一 我要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这个时煞的流行究竟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时煞的流行 它不再只是单纯的追求前卫 像复古潮流已经登上了时尚的舞台 我们再要说一说这个怀旧 怀旧不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 它更重要的是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了 那今天我们在陶醉上海的十一特级 将会带大家一起踏上一段怀旧之旅 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我们老上海的全镇风情 十月特级怀旧之旅老报馆 角色联系 都要联系 都要联系 登上海外一路 到了 有一些花蚤的大国 要联系 称联系 脑部建立 い List 我们正在习早卫和他们的海外和国 来啦 立了 大国 你不要以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场景哦 这可是收藏家刘先生在他的老报馆里放电影呢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 免费的红色经典电影放映 每天夜幕降临都会吸引很多破名前来的人们 老报馆里充满了怀旧感 到处挂满了毛主席时代的画报和标语 还有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宝贵物品 当然了这里收藏最多的还是老报纸 老胶片和老式放银鸡了 这呢除了我手上拿着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包括外面放的一些电影 这里每一个小细节都能够体现出来这的朋友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 有非常多的年份像1950年的1954年的等等等等非常多 那么相信呢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来到这必定都能有所收获 为思想找得在心里聊 这时候这里的老电影靠背有3600多部 大多都是经典的红色电影 还有50多万份老报纸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40年代之后几乎每一天的报纸 十月特级怀旧之旅福1088 没有自己的店家招待 却只有一块小小的门牌号 镇宁路375号 这便是福1088 餐厅开业经济两年时间 却已获得多家媒体强力推荐 如今已是人气十足 如果想来就餐 必须提前三天定位才行 餐厅布局和装潢完全延续老上海公馆的风格 精致的餐具 珍贵的壁画 狭长的老式楼梯 用户木条地板 欧式碎花墙纸 屋布体现了老上海风情 与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融合 为了还原这老上海公馆的本来面貌 老板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基本上收藏的话 大概都花了快十几年的时间 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国外 然后我们也有去外地 然后去那种拆迁的那种老房子里面 去把那些东西拆下来 然后去各种各样不同的古董店 去把它那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东西 去把它一一把它收回来 放在我们这家店里面 看来老板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老上海风情的五角吊灯 一纯古董的留声机 以及摆放在一楼的古典钢琴 这里的一切 无不让人有种置身于 老上海明明福底的错觉 与这些古董有着同样历史的 还有这道金帝多浓汤 柔软的鸡丝 略带劲道的鱼翅 金黄色的汤汁 这道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旧上海的饭店里可是风靡一时哦 这里其他的菜肴也都是以口味 纯正的本帮菜为主 低调却不失奢华的老上海公馆 地道纯正的本帮菜 嗯那看来呢 以后这电人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 在送礼物的时候 又多了一个选择了 那就是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前往服1088 感受一下上海纯正老洋房的味道 想象一下坐在这种怀旧的氛围下 然后呢聊着过去的一些快乐回忆 真的是相当惬意的事儿 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加精彩的体验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十月特级怀旧之旅南京美发店 这家曾经吸引了宋美玲 阮玲玉蝴蝶等大批知名人物 到店消费的南京美发店 如今已是焕然一新 不过老一辈留下的纯熟记忆 仍然受到了众多顾客的捧场 也许是为了追忆童年的美好时光 或者是觉得南京美发店的手艺独到 不管怎么样 这老字号的招牌还是会让新老顾客垂青 上海呢 因为所谓上海 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大都市 因此吸收外国比较先进的东西 新的潮流比较多 但是呢 既学习又不是全部学习 就像我们单位一样 它从一个 它的年峰历史来说 它是个老店 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 这个老店要让它发挥新的作用 就是我们 所以哲学方面说起来就是洋气 这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连美发店的精英理念都很老道 难怪它会像长青树一样 屹立不倒了 十月特机怀旧之旅 红房子西菜馆 自从上世纪中叶 上海开布以后 西洋美食传入到上海 并且迅速地逢迷起来 老上海人更是有一句顺口溜 叫吃西餐到红房子 到红房子约会 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件既体面又浪漫的事情 可是当年的人们对于吃西餐 可谓是又爱又恨 这是为什么呢 德拉老上海吃西餐 有这么多出洋相的故事 里面有你吗 好吧 我的东西已经放在这里了 红房子西菜馆的西菜 这些都是很地道的西菜 但是却是三四十年代 最地道的上海西菜 和你现在在外看吃到的那些 不太一样 流派不一样 比如说我面前放的这个烙蟹豆 这是桂架米的 格里香的哈女哈度 很古老的味道 很古老的味道 遇上奶油 这次的时候的味道 你自己想象一下 有多复杂 奶油起司 烙蟹豆 算是红房子近几年的新品 采用上海大闸蟹加上奶油 撒上起司烘烤 是一道中西合璧的美食 除了这个 红房子里还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美味 那就是这碗红通通的乡下浓汤 跟罗宋汤不同 里头加入卷心菜 胡萝卜 火腿 洋葱 和番茄熬煮 吃下去的口感是酸酸甜甜 非常浓郁 你要是还不知道飞跃回你 那你就out了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开设美容外科 美容皮肤科 美容中医科 联系电话 021-3636-5666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开设美容外科 美容皮肤科 美容中医科 联系电话 021-3636-5666 上海老牌本邦饭店 您知道的不少 但是这家开了八十多年的 国营穿菜馆 您就不一定熟悉了 这里是上海解放前保留至今的 第一家穿菜馆 国营时间五十三年 老桌子 九十五个人管就开始开了 那位是本一老地 老桌子 整理啊 生意市场啊 公布人啊 谁都在那边 地下来吃过 那里有点老父亲 就是 呃 没吃了吃过 那是国人都要吃 一吃肚子才得了 一吃肚子 三点时间这里的顾客大部分是老人 他们可都是在这里吃了几十年哦 问了这么多 陈兰你们赶快去试试 这国营川菜店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啊 就是看上去不太像川菜 我跟你说就是这些菜 一模一样一点都没配 让我来尝尝味道 还是原来那个味道 我跟你讲陈董事 我都快哭出来了 至于吗 那你慢慢哭着啊 接下来 你当我啦 它完全是本帮菜的味道 里面加了一点点川菜的辣 而且这个牛肉丝啊 我第一次吃到是可以煸得这么干 像牛肉干一样 但是比牛肉干要有嚼劲 好好好 这是我吃过最平心静气的创菜 真的很好吃 你的情绪有点太失控了我跟你讲 其实这边最好吃的菜 辣得不痛你说 它就在你的眼前 这是什么呀 就是它 纹丝豆腐 这是豆腐啊 对 你看它一根一根一丝一丝的 它都是豆腐 这个切得太细了吧 好像人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我看来我得记一记啊 这是吃了一口豆腐的味道 但是我就吃不到豆腐 我告诉你 它这个切豆腐的这个功夫 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会 看出来了 信不信 嗯 我不行 咱们去看一看 潘同志 刚才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文丝豆腐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薛师傅作的 薛师傅你太厉害了 你知道刚才我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喜的豆腐 这个切法跟切云片膏的手法是一样的 有呼吸吗 有呼吸 废话 这豆腐已经放在里面了 真的很细 我觉得跟头发自己一样对不对 但是要证明它有多细 我们有一个本事记上 这变态的方式测试它有多细 陈同志 你看这个豆腐 真的从真红里边给穿过来 这真的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时间虽然会带走很多东西 但同样也会留下很多东西 而那些被留下的 正是在经过岁月洗礼后 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最精华 最值得怀念的部分 相信啊 这正是怀旧的魅力之所在 十月特级怀旧之旅 能猫商店 我现在已经变身完毕了 看看我这一身 是不是很酷呢 我这个非常酷的一身究竟是 出自何家呢 其实它在这里 尽力 敬礼 独特的店名让人印象深刻 乍一进门仿佛时光倒流 又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体时期 然而不仅如此 这里最吸引朝人目光的还是 独具品味个性的复古装扮 老板你到底想好没啊 我这一身到底还需要加一些什么 加上这个就完美了 这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东西 现在却依然是潮流的指标 祸骨当道的感觉在这里尽现 这衣服的图形 它其实是我从那个一个热水瓶 以前一个热水瓶上面图案 它是那个蒙德里安的一个画 我用了这种复古的颜色跟图案 然后把它放在这种梯上面 然后穿出来配上你这个 这个Leggings就比较感觉时尚 然后红黄蓝这几个颜色是 搭配起来就特别的 有那种时代感 对 特别复古 那你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做这些复古的设计呢 因为我其实就是一直从小到大 都喜欢这种复古的风格 然后之前我做了一些 像八成年运动服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小文艺小年轻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我想尝试一些就是复古 它其实不光是中国的这种复古 然后还有一些西方过来的那种 就比较时尚这种复古 然后可以有更多人它穿出来以后 可以是比较时尚时髦这种感觉 很多以前的潮流款式 但是重新打理一番变出另一种个性的时尚味道 你看 飞碟 你现在的时候看的是陶醉上海 十月特级怀旧之旅回力运动鞋 有时候总是让我再回想 那一年爱情刚发凉 沉落在你的口里随便涨 或许你一旦忘 我却放在心上 那是没有理智的困房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一封信就能抵挡 虽然说不上 什么字句能让人 我 以飞跃回力为主题 这场国货青年派对的成功举办 将国货复兴之路 配向了一个智高点 除了回力 飞跃 你还能看到各种国货的身影 海昏山 梅花牌运动服 彭领金 一场走秀派对 复古小伙 年轻姑娘 外籍友人 这些国货品牌的草片时尚 让只属于上一代人的 新春味道 不再只是回忆而已 每一张年轻人的脸上 都个性的标榜着 我们都是国货伴 球鞋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比如回力回忆的创意展示 让我们看到的原本国货改造 也可以这么长 精致的设计 唤起了很多人 最轻松岁月的回忆和活力 成了年轻潮人们的装扮必备要素 他们自己组织拍摄国货大片 晒照片 晒风格 晒个性 真正的潮人绝不仅仅是把球鞋穿出来 而是在那之前 先打上自己的用气 个性才是潮流的王道 点播上海星国货强小组的圈主 还见证了回力飞跃球鞋发展的 每一步 这边是东平路之后的第四家飞跃回力店 现在飞跃回力很火哦 你要是还不知道飞跃回力 那你就奥特了 这家位于静安别墅的分店中 又多了很多回力的新款式 在80后的圈子里 挂起了一股强劲的国货复兴之风 看了我们陶醉上海 为你精心策划的五级专辑 是不是也已经想好了下个假期 究竟应该怎么过呢 其实欣益认为 只要你拥有一个好心情 每天都是一个假期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到现在 也是差不多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想要有更多的了解 你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苦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嘎嘎C5 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所有信息 各位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苦嘎嘎网站 来进行查询 好了 陶醉上海绑定生活 我是欣益 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嘿 没错 一天美食导游游回来了 这次我们就找到了最好人来聊一聊 最好人周围的美食 以我们单位比较近 然后味道也不错 方便快 很好吃的吧 那我们就跟进我们的苦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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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